Hello,大家好,我是米开,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175题,Combined Two Tables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有一个table,它的名字叫person,就是人,然后呢有三列啊 每一列呢,分别是他这个人的ID,然后他的名字啊,first name,和他的姓名啊,这个是他的姓啊,last name,first name是他的名 然后这个person ID呢是primary key啊,不会重复的啊,每一个person ID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我们的address呢,相当于是有四列啊,他这个有address ID啊,person ID,city和state啊,就是城市啊,州,他的人的ID和他的住址的ID 然后呢,这个住址的ID呢是primary key啊,对于这个table来说 那么我们最终呢要返回啊,就是每一个人啊,他的这个住址信息啊,哪怕这个人没有任何住址信息 我们都要一起去返回出来啊,就是说,就好像这个address里面,他只有二三四啊,这三个人的信息 但是你实际上person里面呢,有一二三四,那一你这个人他没有address信息 但是呢,你也同样要把它给输出出来啊,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直接使用inner join或者是使用join啊 因为join它就像是inner join的简写,你内连接的话,你必然是要两个表里面都有的啊,他们才会连接在一起啊 那么对于这套基地要求呢,显然我们是不能使用内连接的啊,那么我们就会去想到去使用这个left join或者是right join 那这个left join呢,就像这个图一样啊,比如说像我有表个a跟表个b啊,那相当于我left join的话,我可以是存在a的部分啊,都要有 只要a里面有啊,他就全部都输出啊,那么right join呢,也就是只要b里面有的啊,都输出 然后呢,重合部分呢,就接在一起,就是重合部分的也就是说,我这个ID啊,就是在这里person ID 那我在这个表格能查到的,那么我相当于就是能在后面给接上,那如果查不到的就接不上嘛 啊,那么这里的话,因为我们是要输出所有人啊,他的住址,那么所以说我每一个人都必须输出啊,所以说我就以这个person啊,作为我的主体的这个table 那我使用left join跟right join的都可以啊,那需要注意的呢,也就是说我froma啊,去joinb嘛,所以我先选那个是a啊,所以说如果我这里啊,像我主体先写的是address,那么相当于说我的address是我的a啊,那么我就是必须要使用这个right join啊,因为的b呢,是这个person,我想要以这个person的所有的内容我都要保留啊,所以我用right join person,那当然也可以是fromperson,left join address,都是可以的,然后呢,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person的person ID,要等于address的person ID,啊,就相当于是这个以person ID啊,相同,我们把它拼接在一起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他们全部都会根据这个person ID啊,去把信息拼接在一起啊,然后呢,如果我这个person ID,他没有一个address,里面啊,有一个person ID跟他对应的话,那我就直接是空的啊,但是呢,我也会输出出来啊,那就像这个样子,就中间这个部分呢,都是我存在address, 那这个外面之一圈呢,就是没有address的部分,那没有address的部分呢,我也同样需要输出啊,那所以我就,啊,收right join,啊,那就是这样,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啊,关于这道题目啊,那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那也欢迎大家去留言啊,分享分享你的idea,啊,那么就是这样,那今天的题目呢,就在这里啊,谢谢大家。